在雅鲁藏的江大峡谷深处 传说有个开满莲花的圣地 这里就是西藏墨托 藏在大山里的墨托 自古以来就交通阻塞 使墨托成为了一个与世格局的孤岛 也让这里成为了世人心目中的神圣之地 这里发生过怎样的传奇故事 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又演绎着什么样的风情 巴登村是个只有28户人家的门巴族村落 当地向导介绍 除了村干部和县工作组之外 几乎没有外人踏入过这个村子 我们的到来使得这个不大的村子顿时热闹非凡 几乎全村的人都相迎而来 等待我们的除了热情温馨的笑容 还有独特的家酿 还有独特的家酿鸡着骨鸡 做客门巴家庭 少不了要喝至少三大杯鸡着骨酒 酒是本地自酿的黄酒 不光有客人来会喝 日常生活中的男女老少 都有饮用鸡着骨酒的喜套 可以说鸡着骨酒就是他们的饮料 这种独特的风情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为什么鸡着骨酒会如此重要 做鸡着骨酒是门巴女人必修的功课 衡量一个女人能干与否的标志 鸡着骨酒 有鸡着骨混以玉米 经炒制煮熟 便以酒区发酵 酿制而成 酿酒的工序并不复杂 但却有独特的韵味 酿酒的阿妈介绍 鸡着骨是西藏藏东南地区特有的农作物 因形似鸡着鸡着而得名 具有补中益气的功效 能致肠胃疾病 在外劳动一天后 喝一桶鸡着鸡着骨酒 立即就感觉有了力气 而且在石器很重的深山中生活 喝鸡着骨酒还能起到续风湿的功效 交通不便的摩托一直缺医少药 鸡着骨酒这种当地天然的产品 恰恰解决了很多疾病治疗问题 阿妈大去说 如果早晨我们多喝几杯鸡着骨酒 不但能跟上马帮的步伐 还能在这儿找到爱情 因为磨托的姑娘们选择恋人 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 小伙子必须能走路 自家生产的图特产品必须要背出去换钱 回来时还要背生活中必须的颜布等 可以说全家的生计全在男人的背上 小伙子必须能帮我自己的民族语言 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 同用藏文和藏令 信仰藏传佛教 这使得门八族与磨托接下来不及之远 相传 莲花生大师在西藏弘法期间 曾骑着天马游历到莫托 发现莫托地势北高南低 三面高山环绕 南面山势由高向低过渡 犹如盛开的莲花 就以地形将此地命名为白马港 佛教经典大藏经甘筑尔描述过的 佛之净土白马港 殊胜之中最殊胜 说的也是这里 因此莫托渐渐成了 信仲内心深处的向往之地 但是因为几乎没有通往莫托的路 加上雪山的祖阁 少有人能到达 殊胜之中最殊胜的白马港 也只成了信仲内心朝拜之地 然而对信仰和美好生活 有着执着追求的门巴族 最先踏上了去往莫托的路 门巴在藏语意思为住在门渝的人 那么门巴族为什么要来到交通闭客的莫托呢 请继续收看 《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陌生的民族 具有许多浪漫不羁的爱情传说 被称为行僧 与门巴民族情歌海洋一脉相通的 那些记录了苍杨家措心灵煎熬的情诗 跨越了时空的阻碍 传递到惊人的面前 依旧波动着世人的心血 获得了最广泛的传颂 这些曾经狩猎护身的技能 仍流行于莫托的门巴族间 他们是交通闭塞和生活艰辛的写照 可今天的民俗风情 并没有解答门巴族为何而来 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艰苦 才到达了这里 终于在叫醒清晨的这群人身上 我们渐渐才能练接历史的纽带 黑暗还未散去 摩托马帮的人们就已经开始做饭 整理行装 他们努力着尽早出发 以便在天黑前到达下一个街角点 马帮和飞夫 即便今天仍是莫托通村的主要交通运输方式 而在过去 他们搭建的是莫托与外界互通往来的生命线 也是门巴人牵入这里的方式 门巴族小伙儿平挫被当地誉为最帅的马帮人 他一边装货一边在焦急的等待 因为夜晚 马帮的马和骡子都是散养 找回他们确实需要点时间 因为出去一趟就要几天 马帮队伍从清晨准备 进中午才得以出发 你在这儿跑了多少年了 这里 从小到现在了 那你遇到最危险的事是什么 最危险的 我们最危险的过路之后 山崖 那 那些村长里过的话 那个有蛇嘛 那些危险 独身那些危险的话就不了了 就不了了 小伙儿平挫告诉我们 他们的先祖最早居住在门宇一带 因为对极乐世界莫托无限向往 部分先祖决定离家东迁 即便千里迢迢 即便雪山组合 他们依然凭借坚定的信念 马陀 人碑 来到了新东圣地白马港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不断迁到莫托地区 并在这里安营扎寨 繁衍生息 使得莫托成为了现在 全国最大的门八族集聚地 哎呀终于跟不上趟了 尽管我们设置组雇佣了背夫 想跟随马帮队伍 更详尽地记录一段完整的行程 步履盘缠的我们 很快就失去了马帮的踪迹 关于门八族的传奇和风情 我们只能别处找寻 我还是进去了 路途的闲阻 独特的地理环境 门八族又将在这里 创造怎样的风俗呢 请继续收看门八风情 在莫托 村落就像天上洒落的明珠 散落在大山之中 山顶在云间 山脚在江边 说话听得见 走路要一天 从已经消失的藤桥 到依然残存的过江溜索 处处印记着这里出行艰难的痕迹 当地人用溜索过江 深清如燕 我们决定做一次亲身的体验 但用溜索过江 除了精险 也需要掌握其中的机器 最后我们只能靠陪同的门帮小伙 顺着溜索把我们拉回来 我老是在 然后我找我的老婆是在这里 然后我搬到这里来的 你不是这错了的 你这错了的女婿是吧 是入坠的 罗布刺人是从甘灯香入坠西灯村的小伙子 他能赢得爱人的芳心 正是因为力气大 能背很重的东西 因为西灯村已生产石锅本命 而运送原料和半成品 背送是唯一的方式 我们这个石锅背到线上去的话 我们只得到芳心 一个石锅用费五十块钱 然后到线上的话 这个石锅一个给一千 一千四 尤其是一千五 这样外的 至今门巴族家庭推具 使用最多的就是石锅 他们认为石锅做出来的菜味 其他锅远远比不上 而西藏历史上 对木托石锅烹石也特别偏爱 据说 据说历史上 活佛及贵族 都有自己专门使用的石锅 著名藏药 七十二味珍珠丸 核心工艺 必须使用此锅熬制 罗布茨人介绍 莫托石锅最神奇之处 就是只能在当地生产 因为在这里用刀削屎如泥 很好处理 但离开莫托 石材就变得如同钢铁般坚硬 并且这种石材别的地方根本没有 可以说石材是莫托石锅的传奇所在 那么它的奥秘到底在哪里呢 为了一探究竟 我们跟随着村里的小伙子们 踏上了采石的行程 我一起拍啊 你们这一路上是就常能遇到毒蛇啊 石料的采集及运输极其不易 悬崖峭壁之上人言罕之 马匹根本无法通行 由于气候原因 有时上山前需备足两个月的食品和柴火 在雅鲁桑布江大峡谷深处 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大峡谷北上 大雨造成的泥石流处处可见 而裸露出来的岩石 就是寻找石材的最好去处 摩托石锅原料为世界上稀有的天然造石 质地绵软 石呈灰褐色 做成的石锅可奈两千摄氏度高温 这个叫原石料和那些 它现在又是康埃啊 就有好多多的那个叫因素 这个石锅炖出来的那个柴火 比方说高压锅炖出来是不一样的 当时93年的时候 麻和那些是动不了的 这个没麻 现在太油麻了 据介绍 摩托独特的地理环境 得以形成这种天然造石 其成分中含有人体所需的 金 铁 钙 镁 等16种微量元素 制作成锅 用得越久 对人体越有益 又因为石材特殊的成分 很难用机械加工 都是人工打制而成 所以每一口摩托石锅 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摩托石锅的名气虽大 但因为过去运输能力的限制 制作数量有限 使得摩托之外 能拥有一个正宗的摩托石锅 非常难得 闭塞的交通 一直是摩托特产走出去的阻碍 一批80K商店老板 定制的摩托石锅 制作完成 罗布斯人等人 将他们装上马背 运到乡政府去交货 因为公路已经修通 再也不用背着石锅出摩托了 到了乡政府 就会有汽车来运送他们 从根本不通汽车 到全年通车天数有限 到今天 摩托公路的顺利修通 交通条件逐渐改善 使得出入摩托不再艰险 更多的摩托特产和风情 走得出去 新的生活方式也走得进来 门巴人有着世世代代唱不完的情歌 这种情歌他们称为家路 战飞是莫托为数不多的 能演唱门巴族民歌的老人 那张德老师又跟谁写的呢 您这个名歌 我记得有多少歌 我记得有多少歌 你会有多少歌 这种歌的人还有多少 什么歌 我学了吗他们 很多人都会 就是我学了吗他们 就你叫他们 有人这样形容门巴族人 就是酒在门巴人的猪杯楼里装着 山歌在他们的嘴里藏着 舞蹈在他们的腿部上长着 快乐时就会跳舞 越跳就会越快乐 虽然在新的时空里 有了更广泛的娱乐生活 但门巴人仍然对本民族的歌舞 充满了肯定 这个简单的游戏 门巴人玩得不易乐 这让我们大惑不及 扔石子有点像内地的扔格子游戏 在一段距离内打上小小的木鞋子之后 各自用手中的石子扔过去 打中了木鞋子为赢 他们说这是祖辈传下来 祖辈的愿望 安宁与淡泊 是行走于木鞋随时随处可以接收到的信息 外来的眼光审视这里人们的生活 很难解读这份感受 随着公路的修通 木鞋正在悄悄地变化着 更多的人也会从不同的角度 重新解读属于这里的独特方情 答案会有千千万万 但最恰当的 也许仍会是苍阳加措 给予世人的那首广为传颂的行诗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不来不去 你爱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 不增不解 你跟或者不跟我 我的手就在你的手里 不舍不弃 你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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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